只是我覺得我的空間 越來越少 對 越來越少 對 我的就本來都掉出來 心裡有不舒服嗎 不會很開心 對… 感覺家裡很熱鬧 對 超爛 那我們後面的女生 Nicole因為還沒有30歲 所以她沒有30年前的衣服 但是有8年前的 就是也是捨不得丟 就是經過那個櫥窗的時候 看到那個模特兒穿一件皮外套 然後她手袖是有點蕾絲的 然後我覺得很適合我 結果沒想到穿起來的時候 就有點鬆 然後而且她拉鍊是開鞋邊的 然後King就覺得這件衣服是壞掉的 他說這件衣服好醜 然後我就放在衣櫃裡 不敢拿出來穿 就在這裡 才八年耶 八年算新的吧 洗的 然後接 你卻是歪的 故意的 對啊 這個不規則的領片 這幾年都還是有 對啊 還是有流行耶 而且她還有蕾絲 可是我覺得她穿起來超不合身的 比較衝突一點 對 有一點大 袖子是挺大的 對 這有一點怪 其實不合身的原因 我也要讓觀眾知道一下 其實有些時候像這樣子 這兩種材質組合在一起 它絕對不會合身 對 而且很詭異的感覺 因為蕾絲是軟的料子 所以它會往下墜 然後它那個皮肯定是假皮 它是雖然很挺沒有錯 可是它很挺的在前半部 那墜度都在兩側 所以它就不會貼在你身上 它只會往下掉 你轉身我看 對 它整個手 你就會變繞繞這樣子 斷腰的 丟了吧 對 所以老師你說它跟材質 還是有很大的關係 對 跟材質有關係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的消毒水 抗生素都有限 要救能救的 對不對 對 不要浪費醫療道理 對 對不對 對啊 健保重那麼大了 對不對 對 Cathy呢 Cathy你有嗎 我是 我很愛逛街 然後我很愛買東西 買衣服 尤其是衣服 然後我們現在家裡的櫃子 大部分都是我的衣服 就很大很大的那個衣櫥 裡面的我衣服 可是我真的每次買了之後 我都把它塞 就是塞進去 然後連標籤都沒拆 然後我很愛買T恤 就是以前 這個叫做批貨吧 這是買衣服 不知道 就是很愛 而且有時候是一次買喜歡的款 是買很多顏色的那一種 然後我很愛 好熱心 缺貨就對了 對 而且我以前迷上那個 很大件的那種寬寬的T恤 那個 那個時代我有遇過 然後我就很喜歡 我真的有 對 然後我以前那一陣子 就很愛穿很大件很大件的 那種大T恤 不知道為什麼就很迷 然後就放著 可是我現在十幾年之後 在開始整理的時候 我想說 我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然後完全就是 就是沒有穿過 可是已經舊了 然後也不好意思送人 我覺得Casey是可以換個頭髮 她 我剛剛一直忍不住看她的髮型 她的髮型就是好像 有點想要 沒有 我跟她擦 但是我可以戴一個 跟你一樣的帽子 因為我們兩個很Q 你是自然捲嗎 沒有 不是 很胖的啦 捲的 OK 好 宇湘呢 我就是那個學生時代 有留情那種格子的衣服 我滿喜歡那種衣服的 就是這種的 蘇格蘭捲 對 那這個都是很有 我很多的回憶唇 外套吧 就是很像那種 還是西裝 小女孩 對 所以我就是 會把這種留的 我捨不得丟掉 就一直放在我衣櫃裡面 這是納豆才能穿的 你去穿 比較像藝人穿的 這真的太厲害了 你怎麼會穿格子外 才會爆炸 對 這個我媽也有 這她應該穿不下 對 就是 很捨不得丟掉 你只能穿一首 很笨 穿得下筆嗎 可以 上你好瘦 好深套 其實還適合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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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勞來與哈台 要不行 很當家 拖線大哥 拖線大哥 嘿 嘿 他在出場 對 不是 我說 因為格子外套就是 藝人在節目穿可以的 出去穿很可怕的 會很像那個 完全沒有場 的電梯小姐 對 說不得丟 我就覺得很好看 因為我很喜歡格子的 你除非是一個 很厲害很厲害的人 老外 如果你跟我是一樣程度的人 就不要買格子外套 不要買那麼鮮豔的格子外套 太亮了 因為真的太 其實我們在講服裝 有一些符號性 那像這種格子的符號性 就是很校園風格 可是說實在話 如果你過了二十歲 還穿校園風格 真的很不好意思 老師那如果是裙子OK嗎 對 我在想說 應該穿一種 格子的迷你 以前我們流行那種轉裙 這個顏色格子裙 你以為你黑色味妹妹啊 你們要聽 你們要聽實話 還是聽場面話 實話 當然不OK啊 因為這種顏色對比太強 它的那個校園風格太明顯 所以你要買格子可以 你可以買一些比較 比如休閒的格子 或者是顏色 可以有三四個顏色 它所組合的格紋 那些會比較實穿一點 那男藝人有看過哪一些 女人的那種櫃子 捨不得丟的東西 老派單品 你真的很想把它丟掉 女生櫃子很多 我覺得女孩子有 我們一直覺得它重複 然後他們都跟我們說 這個明明就長得不一樣 對啊 是啊 真的 這個黑色的 是不一樣的 這個黑色 這個袖子是蕾絲 然後中間這個 這個我記得 不一樣 這個是中間是蕾絲 袖子不是蕾絲 跟那個完全不一樣 可是我們眼光看起來 就是它都很亮 你們眼睛有問題 對啊 可是這時候女孩子都說 像一樣啊 你那個球鞋 這個跟那個有什麼不一樣 對啊 都一樣 沒有 我們這個有的有氣墊 對 有的沒有氣墊 對不對 有的 就之類的 這牛仔褲不是每一天都一樣 對啊 不一樣 這個沒有破洞 有的有破洞 這個沒有破洞 有的破洞在這裡 對 有的破洞在旁邊 有的破洞在旁邊 有耶 有戳洞 所以就不一樣了 對 所以我後來就沒講了嘛 所以我後來我就沒 就沒有假的了 就沒有再問了 對 不要去惹怒她們 我就相信 每一件都不一樣 真的 你不要用 每一件都是設計師的巧思 好不好 對 那你有丟過老婆的東西嗎 誰敢啊 有兩次 誰敢啊 那他小怪 你沒有結婚 那你媽有沒有不丟的東西 有 因為我現在還是跟我媽住在一起 然後我的房間有兩個衣� 其中一個是被她擺滿她的衣服 另外就是另外一個房間 以前我姐在住 現在也拿來讓我們堆衣服 然後那個房間也有 三分之二的衣服都是她的 所以我的衣服有時候 比如說廠商寄來一箱一箱的 我就必須放在外面 他就會開始罵我說什麼 你的東西為什麼都這樣 一箱一箱放在外面 殊不知他超級多那種大衣 因為他以前去打球 可能三十幾年前去國外打球 然後常常就會買一些那種 很貴的大衣 然後他就會自己沒事在那邊看 說 你看資料多好 放了三十年都不會壞 然後我就說其實你以後 可不可以買一些就是 放三年就壞了 好不好 這樣子盡量可以太舊換新這樣子 但他又會講說你的 你憑什麼抱怨呢 因為他是你媽 而且你現在跟他住在一起耶 對耶 對耶 對 我媽也是這樣講 我媽也是這樣講 還是個口氣很像 因為你沒有拿你媽的大衣來 因為你媽一定個子很高 對 她很高 一百 一百七十五 對啊 好大優啊 她能穿的大衣 不是她不送 是她能穿的大衣要送給誰 對 沒有人穿啊 沒有穿啊 我穿起來應該脫地了 她有試著要送給我姐 我姐不削 她不要穿